第151章 狼王下落的线索 轻于活动了一下左臂 确认了并无大碍 微笑道 不是躲藏就能有用的 而且 这里是江东 江东王室 算金 传家吗 孟奇若有所思点头 我等一下就去六扇门 将此事公布出去 两国交战 启用他嚣张 其余事情得由六扇门来协调 自己不用捕风密探身份的话 还没这个面子 同时 孟奇还存了观摩之意 看看到底是怎么追捕围剿狼王 日后自己若是落到如此境地 该怎样自救 因着轮回者身份 他始终少点安全感 总想着有备无患 路上小心 也许他还在附近徘徊 轻于右手拿起岁月刀 拍了拍道袍 打算起身 与孟奇联手 去茂林六扇门 免得被狼王所趁 孟奇轻笑了一声 刚才却是恰好遇上 险些就被狼咬了 若非如此 岂能到胸钢炎 在下便能猜到是铁声 遇上了 轻于神色一正 定定看着孟奇 他居然没有受伤 从狼王手下全身而退了 自己使劲浑身解数 还是拼着受伤 才用压箱底的手段 击退了铁声 毕竟境界上的差距 可是非常难以弥补的 若非天地狱测别有特殊 自己恐怕会更加艰险 不是轻伤就能了事的 少不得用出自残惊血的法门 而狂刀苏孟脸色如常 仿佛刚才未尽全力 孟奇暗自嘚瑟 表面却微笑解释了一句 只是恰好有个小花招 否则可能就命丧当场了 等狼王回过神来 下次就不灵了 不能让别人太高估自己 低调 低调 轻于收敛神色 恢复如常 骄傲内敛 外表洒然 还是一起去吧 若是再遇上 你我联手 说不得有留下他的机会 好 孟奇乐得如此 顿了顿道 道兄 在下有个问题想请教你 难怪你深夜来此 无事不登三宝殿啊 轻于微笑指了指孟奇 孟奇打开天窗说亮话 将自己与蒋恒川讨论的内容 复述了一遍 莫了道 道兄可曾将当日的对话 告知他人 轻于是玄天宗敌传 真正的天地传人 功法 资源不缺 除非像江志威 张远山等人一样 身不由己入轮回 否则孟奇想不到任何理由解释 他加入神话或仙计的行为 所以干脆表现出绝对的信任 到了外景之后 为了突破关爱 为了凝结法身 为了上古隐秘 为了寿源悠长 门派或世家的核心 加入神秘组织也不是不可能 但轻于现在还是开窍 打开生死玄关 内外交汇 不过是时间问题 仅仅在于多魔力 多打基础 将自身的道路走踏实 距离那些欲望 还有很远很远 这样的态度 让轻于感觉不错 思索片刻后回答 没有 此时未曾告知他人 难道真是世外奇翁 任平生 梦奇咒没到 轻于想了想 任平生此人是当年的散修 来历还算清楚 但他后来得了奇遇 可能晋升了外景 这才开了英雄楼 广结各方好汉 若他是幕后黑手 倒也解释得通 不过英雄楼名声在外 茂林又处于王室 和大江帮范围内 要是他常有异状 应该早就被发现了 我也觉得有问题 任平生多半是外景 要杀我很简单 又有什么理由 非得设下陷阱 梦奇很是郑重地说道 再说 楚官自杀之事 明显是有人走漏了风声 此事一点极多 还需从长计议 轻于站起身 我们先解决狼王的事情 一路无波 两人连夜赶到了茂林六扇门 将狼王铁生之事 告知了当晚之首的捕头 一日 茂林繁华如常 可暗里不知多少 三教九流的人出动 寻找着某个一族人 不放过一点线索 又过两日 六扇门某间牵势房内 银张捕头于望远 轻受捕头带飞 金钱帮帮主 钱可通神孙科 以及孟奇 蒋横川 轻于对坐一堂 没有任何线索 仿佛这个人从未来过茂林 或者凭空消失了 孙科讲着手下 三教九流的汇报 于望远是个 很有关系的中年捕头 他正经危坐 说话不急不慢 其他路子也没有收获 大江帮那边同样如此 莫非铁生秘密入城 一击不忠 立刻离城而去 狼不是轻易就能下退的野兽 轻于摇头道 孟奇跟着说了一句 以铁生之前的势力看 他继续潜伏在茂林的 可能很大 再怎么潜伏 也会有痕迹留下 说的 喝的 打探消息遇到的 孙科不太赞同 蒋恒川看了 珠光宝器的他一眼 孙帮主 你能确定 手下掌握了 茂林每一条 细枝末节的消息 孙科张了张口 终究道 不能 茂林乃大江雄城 光是登记有策的 便达到了478900口 流动性大的江湖人士 来往行商不计其数 谁敢夸言了解 茂林每一口人的 吃喝拉撒睡 即使掌握了 大部分三教九流之人 也顶多知道 特别异常的事情 孙科解释了一句 铁生乃独自行动 不像八壁天龙人多势众 容易被注意 在说北街 老关厅街等地方 我能掌控的有限 孙帮主 可曾找到八壁天龙等人的下落 听到孙科提及 孟奇顺嘴就问了一句 借着狼王铁生之事 他将遭遇火得新军的事情 也告知了六扇门 请他们帮忙 鉴别同还来历 寻找八壁天龙 云领三鹰 而六扇门 一边用自己的路子找 一边发动了孙科等地头蛇 孙科顿时尴尬了 可能 可能他们分头行动了 一时找不到 轻受捕头带飞出言 化解了孙科的尴尬 铁生号称狼王 之前的各种行动 也颇合狼的性子 或许能从这方面思考一下 若是孤狼 他会趁着人多 一容改装 秘密入城 随便找普通百姓 无人居住的厢房睡觉 每晚换一处地方 渴了喝院子里的水 饿了在附近每家 偷到一点不引人注目的食物 不与任何人打交道 也就等于消失在茂林 轻鱼若有所思地道 孟奇摇头否定 但他需要情报 否则岂敢动手猎杀我等 若不确定黄庭关没有外景 他会上门找你 只要打探情报 就有可能被对方注意 毕竟茂林城有七成的情报来源 在六扇门 大江帮 王室和金钱帮手上 狼也是善于合作的野兽 孟奇顿了顿道 两国敌对 茂林又是转运之城 草原势力很可能在这里有秘密据点 若铁生躲入里面 其余事物皆有他人待劳 出面的都是邻里街坊的熟人 谁会怀疑 孙科尘思道 可以从购买的食物数量 看出端倪 这种秘密据点 或许会有提前存储的食物 蒋恒川插言道 银张捕头于望远想了想道 我们手中暂时没草原间隙的线索 事情有点难办了 只能先去溯源 请王家之人补算一下 对方潜伏得很深 在下还未去过溯源 到了茂林 岂能错过 不如游再下去拜访王大公子 孟齐主动请英 其余人等皆为反对 溯源 王氏别怨 天下名媛 依山水之事而见 净显江东风采 该处楼 堂 厅 阁 谢 度 狼 台 轩 雾等 合计365处 依山傍水 顺应天时 秀丽自然 有楼阁重重 亭谢歌舞 红尘之处 亦有屈近通幽 奇数山情 世外之地 荡真美不胜收 向来有缘在画中 画在缘中的美誉 可惜孟齐不是哑人 稍微欣赏了 园林风光后 就妈撒着下巴 琢磨到 莫非是和周天之树的大阵 我就是这么庸俗的人 王思远在听 雨水泄溅的孟齐 依然白衣胜雪 与惨白脸孔交相辉映 五官秀美圣女 一副病痒痒的样子 他看着面前的棋牌 手中把握着黑色棋子 为了铁声之势而来 孟齐见怪不怪 笑眯眯坐下 既然知道来意 赶紧算一卦吧 王思远抬头看了他一眼 并无讶异之色 似乎此人脸皮之后 早在预料之中 有铁声搅局也是挺好的 话虽这么说 他还是拿出了算筹 神情变得专注 双目如有星光 片刻之后 他看着算筹道 北 铁声能一直保持天人合一的状态 算不太准确 只知他在北街 北街 梦齐有些皱眉 北街是茂林最热闹 也最混乱的地方 三角九流齐聚 各色人等皆有 活跃着最古老的几个行业的人员 妓女 杀手 情报者等 不管是六扇门 还是王氏 大江邦 互相绝力之下 反而留下了权力真空 让里面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势力 传闻不乏外景级的左道强者 王思远咳嗽了一声 只能如此 我可以请家中长辈来冒灵 但得等些十日 话到这个份上 梦齐不便多问 转而将火得兴俊 人凭声之事 告诉了王思远 王思远静静听完 不知可否地道 收获不小 继续努力 嗨嗨 说完 他剧烈咳嗽起来 好半天才顺过气 然后端茶送客 回去的路上 梦齐隐约觉得奇怪 已算尽苍生的个性 狼王铁生的事情 他应该充分利用才对 哪会如此乖乖不算 第152章 北街 北街 轻受捕头代飞 听到梦齐转述的王思远之话后 背负双手 皱起眉头 来回夺步 此时 银张捕头于望远 金钱帮帮主孙科 五方地刀轻鱼等各有事情离开 至于梦齐 蒋恒川与他共处一堂 两人皆未说话 耐心十足地等待代飞开口 过了片刻 代飞终于停了下来 穆涵期待地 望着梦齐和蒋恒川 此事还得有劳两位相助 代轻受何出此言 蒋恒川还礼道 代飞组织了一下语言 北街背靠井水 人员混杂 实乃绝佳的躲藏之地 老实说 若是别处 不管里面有哪位左道强者 或者杀手众多 只要我们六扇门 王氏 大将帮下定了决心 谁也无法阻拦我们封锁街道 强行搜索 如果是那样 街道四角会 各有一名外警镇守 防止里面之人狗急跳墙 然后捕头 捕快们挨家挨户搜索 确认没有问题 就撵出街道 随着人员越来越少 谁也无法藏身 他先描述了最重视情况下的办法 让梦齐和蒋恒川相信 六扇门并非推卸责任 势之已成 梦齐轻轻汗首 这才是代表着大义的势力 该有的态度和力量 戴妃画风一转 不过北街混乱已久 各种势力轻压 不知多少房屋内有地道通向别处 若是强行封锁搜寻 会打草惊蛇 让狼王从地道离开 或潜入井水 或去茂林其他街道 然后扬长离开 北街之人对茂林各位高手非常熟人 我若进去 同样会引起警惕 两位是外来者 在茂林时日不长 只要稍作改办 当能顺利进入 不激发大的动静 找到我们安插的案子 寻觅狼王的踪迹 一旦确定 两位就发出信号 我以自身官位保证 至少有一名外警 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赶到 相信以两位的实力 即使遭遇狼王暗袭 也能撑到我们援助 他暗捧了一句 希望两人答应 无端被人袭杀 梦齐对狼王憎恨的牙痒痒 略意思索 当即回答 苏某没问题 我就是这么牙字必报的人 蒋某也没问题 蒋横川神情之中 引有跃跃欲试 多谢两位 日后有用到我们六扇门的地方 尽管开口 代妃欣喜攻守 我这就安排 擅长改办之道的捕头过来 两位想要以什么形象进入北街 都可以吩咐他 形象 梦齐心中一动 戴青兽 帮我准备一身白袍 房间内 梦齐整理着衣衫 白衣圣雪 摇垮长剑 背负装着天之商的行囊 拍了拍衣经 梦齐含笑 走到铜镜前 审视着自己的脸庞 笑容太灿烂了 不符合白衣形象 他捏了捏自己的脸 嘴角含笑 指路两分 笑中得带点冷 如此才符合剑客暗藏的冷峻 眉头不能舒展 得略显严肃 否则就流于轻浮了 不行 这样笑得太邪魅狂倦了 不适合用天外非仙的高冷剑客 太高冷 也不行 得带点风流倜傥 呸呸呸 怎么一副僵硬的死人脸 被其师兄传染了吗 过了好一阵子 梦齐终于推开了房门 外面的青瘦捕头戴飞和蒋恒川 眼睛一亮 险些没敢认人 之前的狂刀 苏孟五官出众归出众 但整体显得阴气阳刚 可现在 白衣如雪 容貌俊美 嘴角含着一丝笑意 既显得风流倜挡 又透着几分冷峻 配上腰间长剑 难描难数的剑客风姿 扑面而来 好 戴飞回过神来 大喝了一声吼 连我都差点不敢认苏兄弟 何况没怎么见过你的北街之人 蒋恒川选择了最适合自己的改办 收敛了天人合一的自然争取感 添加了少许日晒雨淋的痕迹 当真是飙飙准准一农夫了 无人敢相信这是人榜前十的年轻英才 他苦笑了一声 苏公子 咱们走在一起 别人怕是会以为我是你的跟班 老蒋啊 以你的形象 疏童就别想了 还是老老实实做跟班吧 很有前途的 孟奇用公子哥的口吻 一本正经地道 蒋恒川摇头失笑 也好 也好 跟班就跟班 免得别人奇怪 孟奇将腰间子舞曲下 提在手中 步伐不急不慢 身影潇洒地跨出大厅之门 还不快跟上 蒋恒川和戴飞都愣了愣 这么快就入戏了 两人进入北街时 天色已晚 可路上行人众多 有卖花的 有卖糖炒栗子的 有卖糕点首饰的 热闹得如同白昼 脂粉阵阵 两侧看似低矮陈旧的房屋院子内 时不时有容颜算得不错的女子 出来招揽客人 或舞红杀精 或娇生阴蹄 软语勾人心扉 别小看他们 说不得里面就藏着几位出色杀手 在你销魂之时 给你致命一击 蒋恒川乃江东之人 对茂林北街有所耳闻 孟奇提着长剑 白衣飘飘 目不斜视 嘴角含着的一丝笑意 愈发趁得他冷峻 是吗 他简短开口 蒋恒川静止地坐着跟班 是的 传闻外地之人来了北街 若不懂得收敛 武功义不出众 也许第二日便被发现赤裸着躺在路边 所有财物被洗劫一空 要是再没点大背景 更是可能直接横尸角落 他打量四周 看了看卖花的小姑娘 街边玩耍的小男孩 沉生道 必要的时候 他们都可能在瞬间变成杀手 让人防不胜防 不错的混乱之地 孟奇语气洒然 他风姿出众 白衣倜躺 引来不少目光 接着 孟奇传音入密道 有人的地方 就不可能真正混乱 随着时间的沉淀 都会在最初的混乱表象之下 形成有序的规矩 杀手有杀手的规矩 有他们的领头人 粉头也有粉头的规矩 有他们的化石者 只要把握住真正的脉络 就能抽丝剥茧 透过混乱 看到真实 对 蒋横川欣然道 就像有的地方 若是荷包被偷 找捕头无用 可若是寻到了正确的人 一时三刻 荷包就会原样 回到手中 我们要找的就是正确之人 这时一名小姑娘 提着花篮过来 公子 买束花吧 姑娘们都喜欢 她眉清目秀 十四五岁 努力挤过人群 刚要靠近 忽然看见裹着剑翘的剑身 撞到了自己的花篮之上 让里面发出几声金属脆响 叮叮当当 她脸色一变 却见面前的白衣公子 目不斜视经过 似乎身旁之人不是小偷 杀手 而是真正的卖花姑娘 孟奇内心叹了口气 觉得红尘之中 果然有着污秽 若有机会 绝不放过将孩子 变成泯灭人性杀手的 那群混蛋 立行空就是这样正确的人 她平静说着目标 有了刚才那一幕 沿路再无卖花 卖糖炒粒子的人纠缠 立行空 北街不大不小的 化石人之一 手下养了一批刀客剑者 保护着一批 靠情报消息为生之人 暗中投效了六扇门 是轻受捕头带飞 让两人找的首要目标 今夜月光昏暗 离开了主要街道的小楼 笼罩在一片漆黑当中 只有一点烛光晃荡 小楼内 立行空一手握刀 一手捂着腰上的刀伤 靠着梁柱 恨恨看着眼前几人 我们兄弟一场 竟然背叛我 为什么要背叛我 他左手手指缝里 鲜血止不住的一出 显然受创不清 房内烛光摇曳 暗影重重 说不出的阴森 对面领头之人沐浴着暗影 冷哼一声 你太不识相了 居然拒绝了蛇王的拉拢 我们兄弟出生入死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荣华富贵 数不尽的精英 你为了自己的地位 为了一己之私 完全不考虑我们 何曾拿我们当兄弟看 这是一张透着激动红韵的脸庞 三十来岁 长得还算不错 因为所作之势 身影略微颤里 可握刀之手异常沉稳 刀尖还有血液滑落 刚才正是这把刀 插入了立行空的腰间 他的身边还跟着四个人 都是与立行空 一起打下当前基业的兄弟 但此时此刻 全都背叛了他 短刀伤身 背叛伤心 立行空咬牙切齿 正想怒吼 自己已经铺好了最稳当 最没有后患的退路 忽然目光一领 看向窗外 给了立行空一刀之人 顺势望去 目光同样凝固 只见楼外树木之上 站着一名白衣如雪的俊美男子 他年轻英俊 双目没有感情地看着自己 风流替挡之中 透出让人发寒的冷俊 这正如同他手中之剑 锋利 锐气 冷酷 笔直 然后他看到了一道月光 一生中最美的月光 这也是他最后一次看到月光 尸体倒下 梦奇踏入小楼 背后跟着农夫模样的蒋横穿 蛇王给了你们什么好处 他长剑下指 一缕缕鲜血 在剑尖处汇成叶珠 然后缓缓滴落在木板之上 色泽七雁 另外四人呈惶惊恐 口中语不成声 他们在北街杀出头 都是长于暗杀偷袭之辈 忽然看到梦奇 用白衣飘飘的背影 对着自己等人 顿时互相打亮一眼 突然出刀 各聚一方 配合默契 梦奇头也没回 剑光一闪 停在了其中一人的喉咙前 吓得他慌忙止步 而另外三人捂着喉咙 扑通倒下 现在可以回答了吧 梦奇的声音冷漠无波 学的是六道轮回之主 同时 他用眼神 示意讲横穿 给立行空处理伤口 我 我说 唯一的幸存者 吓得魂不附体 精神接近崩溃 第153章 两名护法 立行空忽然得救 犹在梦中 不明白怎么一下 冒出超强的剑客 帮助自己 他挣扎着 欲要起身道谢 先将对方抬高 免得事后变脸 却发觉剑客的 跟班手劲极大 自己在他面前 就像小孩子般 软弱无力 怎么也无法动弹 只好任由他处理伤口 连跟班也这么强 他看了看 农夫模样的蒋横穿 心中愈发震惊 幸存者看着 依然背对着 自己的白衣剑客 不敢再造次 惊魂未定般道 蛇王想要火并 几位中小化石人 押过韩三娘子等人一头 收买厉大哥不成后 允诺我们 只要杀掉厉大哥 想要富贵返乡的 给予足够的经营 想要全市的 就接掌厉大哥的位置 或被火并的几名化石人的名分 我们 我们一时鬼迷心窍 哼 谁是你们的厉大哥 立行空怒容满面 牵扯动了伤口 幸存者诺诺连声 不敢反驳 只拿眼光偷看那道 白衣圣雪的背影 蛇王怎么跳在这个时候火并 剑上之雪低近 如雪吹落 孟奇一边还见龟翘 一边古井无波问道 幸存者快速摇头 蛇王的心思 我等怎能知晓 或 或许是因为韩三娘子 罗大当家 最近突然变得咄咄逼人吧 先在旁边等着 孟奇不置可否地吩咐 幸存者文言止住惊魂 垂手站到一边 有了刚才的经历 他在无胆子 偷袭身前的孤傲冷峻剑客 北街入井水 看着立行空 孟奇忽然冒出一句 莫名其妙的话来 立行空眼睛一亮 当即回答 乾隆归大江 原来是六扇门探知了消息 特意派高手来救自己 有后台的感觉真好 北街最近有什么异动 没了锋锐的剑光硬衬 立行空眼中的孟奇 少了几分冷峻 潇洒剔躺质感更浓 但骨子里的孤傲 怎么也掩饰不住 立行空借着蒋恒川的搀扶站起 苦笑道 北街每天都有异动 如果没有就不是北街了 每天都有杀手出尸 都有人默默无名 被杀死在街角 这是北街日常之事 我问的是反常的现象 孟奇改变了用词 立行空思索道 反常 大的反常是 韩三娘子和罗大当家 似乎暗通取款 有联手之事 故而蛇王不得不提前发难 小的反常嘛 蛇王和韩三娘子都有 蛇王有处院子 是培养杀手之地 往日里 他都是十天半个月才去一趟 最近两日却连续过去 韩三娘子在街围有私宅 专门养小白脸 这个月他并无相好 却在昨日夙于那里 蒋横川袖手旁听 标准地跟班架势 孟奇则嘴角含着一分微笑道 蛇王想要火病 连续去杀手院子 不是很正常 不 这只会让韩三娘子他们警惕 立行空很了解蛇王班道 他要做事 都是毫无征兆地突然发难 就像这次买动 我身边之人背叛 孟奇站得笔直 白袍在昏暗的烛光下 带上了几分冷酷 其他反常呢 普通人家的反常 孟奇设想的草原奸细 应该是伪装成正常人家或店铺 靠着北街的特殊搜集消息 并不引人注目 普通人家 北街怎么会有普通人家 立行空忍不住反驳 要在这里活下去 普通也要变得不普通 最近有没有谁 加强了消息的获取 孟奇干脆直接询问 虽然觉得用词有点古怪 但不妨爱立行空明白意思 他摇了摇头道 都很正常 在北街 消息等于金钱 金钱没有异常 消息的传播也就没有异常 孟奇见立行空掌握的路子 没有线索 于是微笑对他道 你有没有什么话 想对蛇王说 笑容干净 暗藏孤傲 立行空文言一愣 啊 他要火并你 总得付出点代价 我们的人不是好欺负的 孟奇一副是蛇王 如草劫的超绝剑客气派 而暗地里 他用传音入密 对蒋横川道 先从两个反常开始调查 嗯 杀手院子肯定有地道 我们不知道 狼王具体藏在哪里的情况下 贸然强闯 只会惊走他 还是先找蛇王比较好 不过 我觉得 韩三娘子那边更有可能 毕竟蛇王连续去杀手院子 有太多解释 蒋横川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嘿嘿 英雄所见略同 但目前 有现成的理由 去找蛇王 不怕打草惊蛇 让狼王警惕 只要做得够快 连蛇王背后之人也不会惊动 孟奇笑了一声 唆使人背叛力行空 试图暗杀他 总要承受报复吧 如此一来 所有人都会以为是正常的北街火病事件 蒋横川沉吟了一下 好 听到面前的孤傲剑客 要替自己报复 力行空即使江湖打滚十几年 冷酷了心肠 也难免生起一丝暖意 继而忙不迭道 使不得 使不得 蛇王手下众多 不乏高手 比如四大护法 或有奇门绝技 或为强横九竅 非是异于 并且他所住的宅子里 处处有杀手 不亚于龙坛虎穴 另外 蛇王武功深不可测 随着这七八年 他出手次数减少 谁也不知道 他到了什么层次 而且他背后可能还有左道强者 孟奇静静听完 只淡淡说了一句话 他已经老了 傲气扑面 力行空顿时说不出话来 是的 蛇王太老了 今年已过了七十大寿 只要不是外景 都可算风竹残年了 曾经有再强的实力 又能发挥得了几分 若他已成外景 早就将韩三娘子等人捏死 不必顾及太多 短暂沉默片刻 见孟奇之意已决 力行空叹了口气 公子豪情冲天 视龙坛虎学为等贤 力某愧不能及 只能将相关之事告诉你 蛇王四大护法之手 是独守罗汉 他非是九俏 但擅长暗器 曾经有高手在面对他时 身中八十一件暗器身亡 另外还有修罗掌 这名强横九俏 比靠药物晋升上来的强了不知多少 最为可虑的是 一旦有了动静 蛇王会从密道离开 江湖越老 胆子越小 孟奇一言不发听完 没有半点波动地道 我自有分寸 你将遇袭之事散布出去 让整个北街都知道 你与蛇王以水火不容 随时可能报复他 遵命 面对这样一名孤傲强横的剑客 例行空不自觉将自己放在了下属的位置 孟奇转头看着幸存者 你随我们一起去 幸存者上是第一次看到身前剑客的眼睛 只觉眸子幽深 寒如雪 冷如冰 就像出鞘的长剑 不敢反对 低头乘势 蛇王的宅子 位于北街中段 占地极广 布局繁杂 他所居的小楼自有密道 同时与别的院子 隔着大片空地 自有走廊相接 防止暗杀 到了门前 幸存者艰难地吞咽了口唾沫 不敢违抗背后剑客的命令 按照约定 用特殊的手法 敲响了铜环 过了片刻 一名气质干练的中年男子 打开小门出来 正在说话 忽然看到白衣风流 面容冷峻的剑客 以及他的跟班 这是怎么回事 见有陌生人 他心中大惊 我是他们请的帮手 孟奇声音 富有雌性地开口 干练男子忽然觉得 面前的剑客异常高大 如神似佛 气势射人 他说的每一句 自己都发自内心地相信 好的 你是他们请的帮手 立行空暗中投靠了 韩三娘子 我们功亏一篑 幸存者说出了 早就备好的话语 真的 我带你们去见护法 干练男子文言大惊 今晚职业的两名护法 端坐于 离小楼最近的厅堂内 与蛇王的居所 只有一条走廊的距离 而这条走廊 还藏着最强杀手之中的几名 堂内 几名杀手待在阴暗角落里 头发泛黄的高兽男子 坐于左侧第一张椅子 双手龙在秀里 正是修罗掌 他的对面 一名年轻人正修剪着指甲 脸上始终泛着灿烂的笑容 却是独守罗汉 随着孟奇等人靠近 修罗掌站了起来 他们是 是月谷请的帮手 干练男子老实回答 帮手 独守罗汉眼睛一眯 忽然扑向孟奇 身上一件件暗器打出 有飞黄石 有梅花针 有铁吉利 有剑 刀 手插 一有镖 找 罗网 揭犯着幽兰碧律 有的直射 有的互相撞击后折射 有的绕了一个 圈子打向背后 铺天盖地 构成了天罗地网 防不胜防 必无可避 而蒋横川一步迈出 迎向了修罗掌 幸存者看得冷汗直流 双骨颤颤 却见 身后剑客不必反冲 提剑撞向独守罗汉 剑光一闪 部分暗器 向着几个角落散开 而更多的暗器 打在了孟奇身上 突然 暗器奇怪倒转 独守罗汉前扑枝式顿主 身上插满了梅花针 铁吉利等物 脸色迅速发黑 双目凝聚着不可思议 却是死于自己 最擅长的武功 一声声闷哼响起 唐内几名杀手 死在了孟奇刻意引导的暗器之下 他的白衣如雪 没有一点破损 手中常见印着烛光 风锐毕露 修罗掌面对剑客的跟班 心中难免有点轻视之意 右掌拍出 胀大许多 血气扑鼻 可蒋恒川忽然变全为掌 就像演练了无数次般 一把抓住了修罗掌的手腕 然后用力一抖 仿佛在抖着 捏住了七寸的长舌 啪啪啪 修罗掌全身骨节断开 整个人瘫软在地 死不瞑目 幸存者看的目瞪口呆 四大护法 简直像是小孩子 第154章 惊醒的蛇王 借力泄力 借力打力 没了灌注的力量 暗器又与小孩子的玩具有什么区别 至于上面附着的毒素 已经开始修炼 经中照第七关的孟奇 再没出现伤口的情况下 在他们都非开窍奇毒 或毒物的情况下 怎么可能中毒 若独守罗汉打出的暗器 又能够危险到孟奇的存在 真气查敌 精神之敌 岂是百射 他又不是修炼天地预测等绝世神功之人 亦非火得新军这种 接近天人交感的强者 普通 独守罗汉仰面倒地 孟奇脚步不停 直接越过他 冲入了回廊 要抢在蛇王发现 并顿逃之前拦住他 他身法全开 快如残影 如幻似魔 瞬间消失在幸存者月谷眼前 蒋横川看似不快不慢 却仿佛与周围天地浑然一体 一步迈出 便借着环境变化之势 缩地成寸 踏进走廊 整个厅堂内安静无声 只有月谷还能站着 除此之外 都是尸体 短短一息之前 这里还有两名护法 近十名杀手 阳气旺盛 夜风吹过 阴森激荡 月谷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莫非遇到恶鬼索命吗 这样的剑法 简直如神似鬼 走廊蜿蜒 月谷养满了凶恶鱼类的池塘 连接着蛇王居住的小楼 夜色之中并无烛火透出 似乎蛇王已然入睡 沿着走廊快速推进 争分夺秒 心意内守 精神外放 或负长剑 或容环境 孟奇心灵澄清 没有丝毫停顿 奔出几步后 他的长剑忽然刺向左下 毫无征兆 一名杀手攀附在回廊外侧 借着水波与阴影躲藏 右手握刀 等待着白衣剑客靠近 机会 孟奇与他擦身而过时 他猛地跃起 就要贴着走廊地板 挥一刀斩向孟奇丹田 可就在这个时候 他眼前多了道剑影 不知什么时候 长剑已然刺到了面前 分毫不差 扑 喉咙中间 他捂着脖子 扑通一声跌入池塘 一缕缕先 血顺着涟漪荡开 一条条披铃 代假的鳄鱼迅速靠拢 撕扯着血肉 孟奇的长剑刺出后 回廊顶部趴地破碎 一名黑衣人双手持刀 斩向他右侧的脖子 他冷酷地注视着同伴身亡 为的就是这个机会 长剑杀人 无力回房的机会 然后他看到了一道闪电 灿烂耀眼的闪电 等待他的不是脖子 而是一口长刀 刀很快 直到收回 黑衣人才看清他的样子 造型奇特 如同一道巨大的伤口 闪烁着银白的电光 啪啪啪 他整个人从中裂开 心肝脾肺渗掉了一地 软软绵绵 孟奇左剑右刀 目不斜视 风驰电禽而过 白衣飘飘 不染一丝尘埃 亦无半点血迹 眼看小楼再望 孟奇脚步突然一顿 就在这时 回廊底部 两侧栏杆之外 各有一道身影扑出 刀光如匹链 互相配合 将所有生路封死 可他们的刀往内空无一人 孟奇恰到好处的一顿 正巧停在他们合击的范围外 不多半分 不少半步 剑光亮起 三道人影各自捂着喉咙退开 有靠着梁柱缓缓软倒的 有跌跌撞撞 栽入池塘的 扑通两声 水花似箭 残河破败 连衣荡开 鲜血如条条小蛇 鱼群涌来 大快朵鱼 另外一边 蒋横川大不留心 右掌猛然打出 真气外吐 掀起了狂暴的气流 紧接着 左掌随之批出 掌尽与刚才的气流 叠加在了一起 狂风大作 真气尽力 形成了一条凶猛的气龙 呼啸着奔向前方 扑通扑通 回廊摇晃 一道道黑影被逼出 胸口凹陷 肋骨折断 跌入池塘 以身似鱼 简单粗暴 但也迅速异常 蒋横川紧跟着孟奇 抵挡了小楼门前 两人没有走门 脚下用力 如大鹏斩翅 腾空而起 跃上二楼 那里是蛇王的卧房 身在半空 正无处借力之时 二楼突然有道黑影扑下 双手持刀 斩向两人 气势汹汹 长刀扬起 金铁交明 孟奇挡住了其中一刀 身子位之一重 即将下落 哼 有了这个动静和迟缓 蛇王老大 当能从密道顿走了 黑影间自己突袭得逞 心中油然发现这个想法 此时此刻 半空之中难以还力的他们 根本无法攻击自己 只要抓住机会 当能顺利走脱 忽然 他看到一道剑光亮起 不可思议地望向自己的脖子 那里一截剑尖插入几寸 怎么能出剑 直到视线发黑 他脑海里才闪现出刚刚的场景 白衣剑客将长剑抛起 屈指一弹 就像使用暗器般打出 怎么能这样用剑 梦其身体下坠之势 愈发明显 长刀再出 斩在子武之上 靠着这个力量 他反倒跃起了一些 左手握住剑柄 用力一抽 借力再起 如白色大鸟飞扑 落入了二楼 扑通 黑影下坠速度变快 一下落在了小楼门前 摔得四肢不正常扭曲 但他已经感觉不到痛苦了 这一切发现在电光石火之间 蒋横川因为烧落半步腾空 尚未出手 便已看到黑衣人与自己擦身而过 本该斩向自己的长刀 无力跌入回廊 这个时候 第一个跌入池塘的杀手 身上的血肉 才被撕扯开部分 露出白骨 蛇王老了 确实老了 不仅皮肤发皱 面容干瘪 就连一直沉稳没有颤抖的手 也在别人看不到的时候 微微抖动了 而且他越来越感觉疲惫 精神不济 睡得早 起得也早 一日要睡好几次 他杀手出身 在背叛和杀戮之中成长 一步步打下了基业 后来 靠着贵人扶持 更是突破了蛇行拳的稚骨 成功打开生死玄弓 成为茂林鼠的招的人物 但正因为这些经历 他疑心极重 哪怕心腹的四大护法 也不能靠近他三尺 而他睡觉之后 谁也不能进屋 顶多只有一人守在门口 其余人等必须退出小楼 善尽者杀 这不是开玩笑 蛇王曾经假装入睡试探 杀过几名擅自靠近的心腹 让底下之人对他愈发畏惧 让睡眠不深的蛇王从梦中惊醒 他们若有似无 宛如幻觉 衰老的状态 让蛇王比平时多花了一息的时间 才摆脱了睡眠的影响 确认了真有声音 他警觉起身 侧耳倾听 精神外放 试图感应外面的动静 两息之后 他走了密道入口 一边准备打开密门 一边出声吩咐 发生了什么事 快去查看回报 好 一道陌生的声音响起 房门枝压打开 蛇王目光凝固 看到一名白衣圣雪的剑客 提剑走路 他五官俊美 轮廓分明 风度翩翩之中 透着藏不住的孤高冷傲 整个人如同他手中之剑 孤独 自信 锐利 冰冷 只有对手 没有朋友 他的衣衫不染尘埃 白德同样出众 就像出窍之剑 无须掩饰 锋芒毕露 刚才听到声音惊醒 就已经到了门前 居然这么快 怎么能这么快 精神交锋 气机牵引之下 蛇王美感 直接顿入密道 那样就等于 将背部卖给对方 凶险异常 他的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 对敌人来袭的速度 觉得不可思议 自己精心布置的防御 让自己有充裕时间 精醒顿走的防御 竟然没发挥作用 脆弱的就像晚餐吃的白玉豆腐 来者即使只是开窍 也绝不可小事 若是自封穴道 可不伤你性命 孟奇常见一指 气势如冰似血 蛇王心头涌起了阵阵怒火 自己武功大成后 有多久没听到这样的话语了 而且还是出自一名开窍小辈 他干别的脸上表情阴沉 而等何人 为何擅闯 话未说完 他直接前扑 双拳一高一低 宛如蛇形 静气内敛 不显分毫 屋内黑影婆娑 仿佛一下活了过来 以假乱真 从四面八方扑向孟奇 蛇王混杂在其中 让人难以分辨 似乎任何一道黑影 都能变成真实的他 他才刚刚扑出 就看到刀光亮起 对方居然与自己打的是 同样的主意 先说划分自己之心 然后突然出手 电光闪耀 快得超乎想象 刀才起 便已到了孟奇身前 那一堆黑影附近 蛇王纵使年老衰退 实力发挥不出几分 但意识或真架实的半部外景 境界摆在那里 孟奇无法通过精神之敌 感应到他的真身 并且 他的所有静气内敛 就像真正的毒蛇 悄无声息 等待张口咬人 与黑影根本无法分辨 只能顺着直觉 相信手中刀剑 斩向那一堆黑影 长刀斩中黑影 如落虚空 孟奇忽然心中一动 横斩出去 蛇王身影显露 整个人宛若无骨 就像滑溺毒蛇 避开了长刀 从孟奇旁边闪过 扑向门外 从一开始 他就没想过拼命 在这样不明状况 不知敌人的情况下 他不想拼命 只想逃走 江湖越老 胆子越小 第155章 屈服 蛇王的步伐很奇怪 与正常高手不同 双脚紧紧贴着地面 并不抬起 但毫无尖色摩擦质感 滑行如意 这么轻轻一闭一让 就闪过了孟奇 扑向了门口 若是一地而出 两人交手 孟奇已无法阻止他的逃遁 再差的半步外景 也是半步外景 但现在还有蒋横川 他落后一步 正在门边 看着农夫气质的蒋横川 看着他有黑的皮肤 蛇王双拳毫不留情地倒出 手臂暴涨一劫 真气如蛇 张开了巨口 是要争分夺秒 夺路而逃 只要出了小楼 入了北街 谁能追得上 找得到自己 咔嚓咔嚓 进风之下 房门断折 直接飞到了楼下 掉入祠堂 拍晕了好几条鳄鱼 一道道影子活了过来 宛如十字般 拉扯向蒋横川的脚踝 手臂 粘稠 沉重 仿佛一条条蟒蛇 突然 蛇王眼中的蒋横川 气质一变 四山野影视 参风影拳 不类繁俗 纵使身处黑影包围之中 面对恐怖的全境 依旧意态天然 不慌不忙 但他又带有 强烈的红尘气息 田野千末 耕作日月 不像神灵那么高高在上 得了自然争趣 与周围环境浑然一体 天人合一 蛇王早就感应到 白衣剑客的跟班实力不凡 乃九窍中的佼佼者 可没想到的是 他竟然能天人合一 当初杀手生涯的招不保夕 让他得到贵人相助后 立刻就毫不犹豫冲击玄关 架起了天地之桥 修说天人合一 就连初步的天人交感 都未能涉足 若非如此 何至于七十岁就精神不济 身体衰老 能天人合一者 等同于另类又初步的内外交汇 借助真气和外天地的相助 以及超强的心灵精神修为 只有真正快步入生命终点时 才会出现衰败的迹象 蒋横穿握掌成拳 以强对强 没有半分退让 两拳如双龙出动 迎向蛇王 全境高度凝聚 周围气流盘旋 掀起了狂风 让整个小楼滋滋呀呀 晃晃荡荡 似乎陷入了地洞当中 随时可能倒塌 举手之间 天人交感 轰隆 四道全境相机 猛然爆开 真气乱剑 崩散了黑影 打飞了窗户 打垮了墙壁 将地板打出了一个个坑洞 可以透过他们看到下方 蒋横穿退后几步 差点撞破栏杆 蛇王也往后滑行了一段距离 竟然平分秋色 看似相同的结局 但却是不同的境况 蒋横穿的背后 是杀手死亡殆尽的池塘 蛇王的背后是孟奇 孟奇长刀扬起 高高劈下 快速斩出九刀 气流压缩 带出了轰鸣之声 长刀仿佛形成了一个漩涡 吸纳了周围所有生机 以待天刑罚的姿态 做刚猛无仇之机 刀如龙 电光暴涨 凝聚成一道道银白刀器披落 附近一根梁柱感应骑士 无声无息从中断开 切口平整 墙上多了一道道穿透的刀痕 地板裂开 小楼摇摇欲坠 窗外愈发昏暗 似乎有乌云汇聚 虽未用紫雷镜施展狂雷阵九霄 但孟奇也激发了天之伤 面对半部外景 岂能有侥幸之心 他又不是天人合一者 正常一击便能接近半部外景 气流投入刀势 天地为之缩小 蛇王顿时产生了 一刀无坚不摧 无法躲避的感觉 狂刀 作为北界最大的话识人之一 掌握着诸多情报渠道 蛇王纵使未见过孟奇 但面对这一刀时 还是想到了 茂林风头正盛的这名人榜高手 蛇王不敢大意 身体扭曲摇摆 如滑腻毒蛇 让刀器难以锁定 突然 背对着孟奇的他 往侧面一扑 右腿绷直 像是一条鞭子 啪的一声 踢向侧后电光 这一击仿佛蛇尾抽人 带起了晴空霹雳 快的 只有残影呈现 仿佛超过了声音 扑得一声踢散了刀器 踢中了刀尖 虚空之中 如有爆裂声回荡 滚滚荡开 孟奇右手一众 虎口欲要开裂 不死硬法运转 登登登连退几步 化解了残余之力 而蛇王借着一踢之势 正要撞破窗子逃走 呼得看到蒋横穿破镜 右掌竖起 如刀斩落 劈向脖子这七寸所在 掌镜凝练 仿佛真正的宝刀刀锋 同时带着些许灼热之意 尚未袭身 便有滚滚热浪扑面 地板无声无息间 再次出现了裂痕 如刀切斧劈 切口浇黑 栩栩燃烧 蛇王父辈受敌 正是是穷之时 面对这可怕的掌刀 似乎已无法避开 他强提一口气 身体一矮 如蛇盘身 右拳再次抱长 隔空击向蒋横穿的掌刀 就在这个时候 他握紧的右拳 轨异地弹出食指 黑影凝聚 画成一条长长的细线 越过了掌刀 戳向蒋横穿 灵蛇吐信 蛇王的杀招 蒋横穿并拢如刀的五指 呼得如花绽放 眼千变万化 然后猛地合拢 一指点出 无常之中 自有横长不变 这一指缩短了距离 后发先至 像是等待在路上 点中了黑影 黑影消散 归于一处 两根食指相对 天地之间 仿佛有了一刹那的凝固 两根对碰的食指 如同一幅画卷 进风炸开 蒋横穿连退三步 每一步都将地板踩破 蛇王身体后仰 道飞出去 再也无法贴住地面 不过他心机很深 选择的出招角度很妙 道飞的方向 正是密道入口 忽然 蛇王的瞳孔剧烈收缩 里面是梦七白衣飘飘的倒影 他虽然尚未出剑 可蛇王已感觉到了一股风锐 剑意植入原神 他的眉 他的眼 他的身体 他的气势 都是孤傲锐利的剑 这一剑在出手之前便已形成 端得可怕 然后 常见递出 蛇王再也看不到梦七的身影了 只有那一道灿烂辉煌 如天外飞红的剑光 这一剑没有变化 真气 力量 气势 精神 全都融为了一体 没有给自己留下后路 人与剑 再难分辨 他是如此惊艳 就像天外飞来的仙人 蛇王难以用自己的语言 去描述 发自内心的感觉到一种震撼 竟升起无力抵挡之意 好美的剑光 好可怕的剑 蛇王身于半空 难以躲避 脸部肌肉扭曲 咬破了舌尖 吐出一口精血 强行提起抵抗之意 他的身子从中对折 继续对折 将头部和脖子 全部盘在了里面 剑光集体 梦七先是感觉到恶心的滑腻 常见止不住地往旁边滑开 好不容易刺入 却肌肉如实 进展艰难 蛇王左手伸出 轻拍剑身 整个人像是一个球 猛地弹跳到了另外一边 他身躯舒展 重新站起 小腹有几乎贯通的剑伤 鲜血流了几滴 迅速被蠕动的肌肉止住 梦七落地 蒋横穿入内 封住了蛇王逃走的可能 你们到底要做什么 蛇王双拳抬起 沙哑开口 既然逃不掉了 就得问问对方的真正来意 不枉作无畏之争 年轻的时候 他是随时随地 可以用性命 交换对方性命的杀手 而年老之后 能不拼命就不拼命了 对此 蛇王觉得 是自己年少无知时 不明白生命的可贵 等到精力足够了 才知道 这是举世无双的珍宝 是自身不可替代的财富 失去就不会再拥有 当然 仅限于自己的 别人的无所谓 见蛇王有服软的迹象 蒋横穿传音入密道 先编个理由 慌他去杀手小院 不要直接询问狼王 或他连续去杀手小院的原因 免得他为了保守秘密 拼死相搏 对蒋横穿的话 孟奇深表赞同 蛇王真要搏命 事情反而不好办 这非是自己和蒋横穿 联手拿不下一名 又差又老的半部外景 而是在于 双方打算出力的程度 和准备为此承担的风险 若是江指卫等人在此 孟奇可以毫无顾忌地 用紫雷镜 推动狂雷阵九霄 并催发天之伤 可以不顾及伤势 拼命一战 反正有同伴作为后盾 即使重伤 也有人保护 但身边之人是蒋横穿 连朋友都谈不上的人 若是拼得极狠 他又有了歹心 该如何是好 相应的担忧 肯定也存在于 蒋横穿心中 因此双方联手 顾忌之下 都不敢使出全力 蛇王最开始 若是不图逃跑 以拼死之心相搏 全身而退的 可能反倒有七八成 可惜蛇王不知道 两人的心思 以为他们一起来袭 是彼此充分信赖的同伴 一步错 步步错 我有一名侄子 被人拐到了茂林 经我查证 入了你在北街底部的 那处杀手院子 孟奇刀剑张开 做出随时进攻的样子 衣衫依旧胜血 不染一点尘埃 蛇王微微一愣 那里 果然有问题 孟奇不动声色地道 还请蛇王 引我们去那里找人 免得主事之人 自作主张 坏了小孩性命 蛇王沉淫了一下 好 不过这是你的情报 若没有 须怪不得我 只要你配合 孟奇简短回答 有蛇王带自己两人 入杀手院子 当不怕打草惊蛇 到时候找机会 用变天机的大法询问 里面的主事之人 就大概清楚是谁 躲在哪里了 还要我做什么 蛇王见 两人不动 开口询问 蒋横川出言道 我等怕蛇王你耍诈 暗中传音入密 吩咐手下 不止为杀之局 所以还请你发一发 原神誓言 今晚不得用传音入密 若我两人不主动攻击你 你不能袭击我们 第156章物中复车 蒋横川没有提太过分的要求 免得蛇王横下一条心 拼个鱼死网破 那样反而功亏一篑 短暂斟酌了利弊之后 蛇王满是皱纹的脸庞 略微舒展 好 于是 他按照蒋横川的要求 发下了原神誓言 今晚不得用传音入密 不得主动攻击两人 不得中途逃走 等到他按照严格的 龟城发完原神誓言 孟奇悄悄松了口气 总算解决了 原神誓言 是以自身灵魂原神为平一的誓言 约束力很强 虽然内外交汇之后 原神壮大 密法众多 步伐可以强行豁免誓言 或能够承受住反噬伤害的强者 但蛇王仅仅是半步外景 还是连天人交感都未达到 便突破的半步外景 哪用得了如此高端的手段 因此 孟奇略微放下心来 现在就去那处院子 孟奇未防夜长梦多 催促起蛇王 不让他接触别的手下 蛇王义无反对 当先带路 从小楼侧面离开 一路之上高来高去 没有试图寻找手下的举动 三人离开之后不久 摇摇晃晃的小楼 终于到了自身的极限 轰隆一声垮塌 烟尘四起 断折之声回荡在池塘上空 池塘里 一具具杀手的尸体 只剩下了白骨 少请 三人穿过北街 抵达了那处杀手院子 他看似平常 可梦奇能够感觉得到 每一个适合躲藏的地方 都有杀手潜伏 戒备极其森严 不过部分杀手行迹太露 掩藏有缺陷 一看便是初学诈恋者 而他们的暴露 吸引了外来者的注意 很好地掩饰了 其他隐藏极深的杀手 咚咚咚 蛇王憋着一股火气 用力敲响了大门 潜藏的杀手都认得自家老大 但谁都没动 万一他是假扮的呢 过了一阵 小门吱压一声打开 一名气息完全内敛的中年男子 恭敬行礼 需要效劳吗 力行空已经将事情传扬开来 谁都知道 他想报复蛇王 纵使实力不济 隐藏起来对付对付蛇王的属下 还是可以的 故而 杀手院子的主侍者 以为蛇王深夜驾铃 是来布置连根拔 起力行空势力之事 至于蛇王宅子的动静 由于过程极快 三人来得很快 这边尚未收到消息 进去再说 蛇王没有露出被要挟的憋屈 保持着首领的做派 长相普通的中年男子 立刻住口 对蛇王身后的两人不闻不问 带路穿过了一处处 隐藏着杀手的地方 孟奇和蒋恒川 跟在蛇王身后 并不大意地观察着四周 并密切注视着蛇王的举动 怕他通过秘密的 预先约定好的手势 话语等传递消息 那名杀手院子的 主侍者是一名优秀的杀手 气息完全内敛 与普通人看似没有区别 行走在人群里 很容易被人忽视 若非孟奇能够精神外放 感应真气流动和肌肉反应 怕是察觉不了 他的实力足有蹊跷 那天地出城 即使实力高于他者 也很容易被他暗杀 到了他日常处理公务的房间后 他双手垂下 安静立于一旁 等待蛇王吩咐 这名公子 有个失散的侄子 被拐到了院子里 你带他去认认人 不要隐瞒 一切听他的 蛇王沉默了一下 按照孟奇的传音入密 原原本本附属 主侍者有标准的杀手做派 没有多问 欠身道 是 蛇王 蒋横川留下来看着蛇王 孟奇与主侍者跨出房间 准备去杀手们睡觉的地方 蛇王这两日来见的人 躲在哪里 刚出小院 孟奇就单刀直入 看能不能炸一个答案出来 若是不行 再考虑气势压制 用变天机的大法 崩溃主侍者的精神 作为杀手 若不修炼有出众的神功 或彻底变态 心灵肯定有着极大的漏洞 主侍者一愣 因着蛇王的吩咐 下意识就回答 密道理 入口就在刚才的房间 他没见过那个人 莫非他就是这位白衣剑客的侄子 果然有藏在密道内的神秘人 孟奇觉得自己 真切把握到了狼王的踪迹 当即转身 奔向房间 就在这时 蛇王沙哑的声音高亢响起 穿云烈石 快逃 话音未落 那牌坊子剧烈摇晃 瓦片滑落了几块 啪地摔碎在院子里 一道黑影破窗而出 抢在孟奇出手前 扑向了另外一侧 翻过院墙 融入了黑暗里 正是蛇王 孟奇身后的杀手主示者 听到蛇王的声音 先是一正 接着转身变逃 趁孟奇试图拦截蛇王的机会 狂奔过前方庭院 消失在视线里 蒋横川跟着跃出窗户 看到蛇王踪迹全无 略微懊恼 没想到蛇王毫无征兆爆发 或许是品出了不对 到了杀手宅子 也不算中途了 也许那句不要隐瞒 一切听他的让他警觉 然后故意不动声色吩咐属下 趁我们分开之际 立刻逃走 并提醒密道内那人 孟奇定住懊恼之情 随口分析着原因 同时拿出了 轻受捕头戴飞给的物品 放出了信号 一道流光升天 绽放出红灿灿的烟火 看似正常玩耍之物 却蕴藏着约定的形状 虽然现在未必来得及 找到密道另一端的出口 并封锁那里 但总得静静人事 而且在密道内 可能藏着狼王等 超强高手的情况下 孟奇不想贸然下去 在黑暗之中 与习惯暗杀的对手 拼死一搏 更别体里面 也许还有机关 逢灵没入 密道一燃 两人在房间内找了一阵 搬动了墙上 格子内放的一个花瓶 喳喳之声响起 屏风后面的石砖塌陷 露出了一条往下的台阶 里面没有灯火 漆黑一片 又等了一下 银张捕头余望远赶至 脸色严肃 神情凝重 一边询问 一边意高人胆大的走入密道 蒋恒川点燃火折子 与梦奇并肩 蹬在余望远身后 一边将事情经过简单描述 一边戒备着可能的机关暗器 走完台阶 密道开始变得宽敞 一阵阵水一扑鼻 潮湿异常 另一端的出口在井水河 已经打开 余望远略显失望地道 担断了一阵 只能希望里面之人逃走匆忙 有线索留下了 拐过两处明显有危险机关的地方 三人看到了几间石室 只有一间半眼 其余皆是敞开 里面空空荡荡 仅有石窗石桌等物 余望远秀袍一挥 进风乍起 半眼的木门打开 最后一间石室内部的样子 呈现了出来 四 梦奇等人接到吸了一口凉气 因为里面整整齐齐挂着一张张人皮 没有血肉 没有骨骼的人皮 他们不像是被包下来的 因为没有切口 没有撕扯的痕迹 似乎里面之人呼得消失了 这样的场景 让梦奇一下想到了 躲在这里的人是谁 不是狼王 而是修炼天魔宫的老钟头 竟然是他 不过 想到他跟踪秋飞许久 还用菜捕头打探 对东阳别府之事 怕是非常用心 出现在茂林很正常 是个实力强横的魔头 以外景强者之尊 余望远根据人皮痕迹 也不得不做出如此判断 同为半部外景 老钟头与蛇王的差距 恐怕比天人合一者 与普通九翘的差距还大 是八臂天龙和云岭三鹰他们 蒋横穿的眉头一下骤起 什么 余望远师声道 八臂天龙可是想当当的半部外景 比邱飞之强不弱 竟然惨死在魔头手下 这实力至少接近外景了 原来是他们 难怪现场没什么血迹 难怪事后再也找不到他们的踪迹了 孟奇意识震惊 老钟头的实力进步 竟然如此之大 天魔宫 不愧是进展神速的魔道神宫 只要有足够的高手稀释 低阶时提升极快 蒋横穿指着一张人皮 八臂天龙 眉心有志 我与他交过手 不会认错 看来那份机缘 落在这恐怖魔头手上了 他同时对孟奇传音入密 余望远恢复了心境 陈寅道 事情越来越棘手了 本官得请求周成衙们 派人相助了 找了一阵 没发现其他线索 三人出了密道 由后续赶来的捕头 捕快 处理杀手和里面的事物 今晚动静极大 韩三娘子应该有所察觉 最好先按兵不动 余望远看着夜空 吐了一口气 孟奇和蒋横穿自无意见 与余望远一起出了北街 各自返回住处 找狼王居然找出了老钟头 真是巧合呀 孟奇边走边嘀咕 突然 他内心一动 灵光一闪 当即转身 重入北街 他提见穿过长街 抵达了韩三娘子的私宅门前 这是一座挂着红灯的精致宅子 门口立着一名容貌娇好 满身稚气的侍女 苏公子 请 侍女看到孟奇 竟然毫无异状 躬身请他入内 仿佛等待已久 孟奇没有说话 也不讶异 跟在侍女身后 绕过罩臂 穿过天井 抵达了花厅 里面坐着两个人 一个清新脱俗 鼻子挺翘 让人总想捏一把 正是北街最大的画室人之一 韩三娘子 从外表根本看不出来 他的对面 一位白衣公子 握拳处着嘴唇 轻轻咳嗽 脸色苍白 仿佛大病未愈 表情似笑非笑 你还知道来 俨然便是王大公子 第157章 正系将至 孟奇半点也没有拿自己当客人 慢悠悠走到王思远 和韩三娘子侧面 大马金刀坐下 端起早就准备好的茶水 用茶盖像征性地拨弄了几下 这杯茶色成碧绿 一颗颗茶芽 在里面再沉再服 舒缓身姿 宛如出水芙蓉 闻之清香高远 品质甘醇悠长 纵使孟奇对茶道并无了解 也忍不住赞了一声 好茶 广陵月湖旁 九株乾隆树所产 知此一家 别无多余 韩三娘子美目流畔 瞄了王思远一眼 王思远没有说话 孟奇也未接这个话茶 自顾自笑道 找狼王找出了 沙巴碧天龙等人的魔头 事情有点巧合 就在前几日 韩三娘子与罗大当家试图联手 逼得蛇王不得不火 并其他中小化石人 让我和蒋恒川 有理由最先找他 不得不说很凑巧 一处巧合算正常 两处凑巧便值得怀疑了 加上我一直奇怪 王大公子 怎么不借找狼王的机会布局下子 所以就来了 他笑容浅淡 白衣胜血 常见横西 言谈之中没有脑目 没有夸耀 亦没有不确定 直到过来 说明你还有脑子 王思远言简意该地评价道 孟奇嘴角抽搐了一下 我看得出来 别人自然也能看得出来 正需要他们看出来 王思远轻描淡写回答 神情不变 脸色依然纱白 让孟奇怀疑 这祸随时会晕厥过去 孟奇吐了口气 最讨厌 你们这种会算挂会布局的家伙了 他说话随意 却不惹人厌烦 反而惹得韩三娘子哥哥娇笑 我也最讨厌了 嗨嗨 如果将来你要对付我 打算怎么做呢 王思远倾咳了两声 难得地露出几分兴致 孟奇这儿八经地想了想 先得学门算挂的手艺 不一定要算得太准 但必须懂得遮掩自己 这是骗你的 他心里默默补充了一句 遮掩自己 不用懂算挂也能办到 只要八九玄公修炼到七窍 与内天地更为融洽 以他善必栽结之能 当有狼王这种天人合一者 遮掩自身的效果 这三个月里 孟奇最大收获之一 便是由于脱去肉体繁胎 又有充裕的时间 之前三月加这三个月 总计半年 八九玄公突破了四窍的关口 正式迈入了六窍 鼻窍愈发强大 距离七窍顶多是一年半载的功夫 而金中照第七关也入门了 第八窍的相关穴道 凝炼了大半 而窥视天机的手段 在孟奇所学 已经够繁杂的情况下 先不提天分的问题 实在已无力分心 还是等待突破九窍后 寻求天人交感 天人合一 为将来打下扎实基础时 再行修炼 以合九 王思源等人压制几年不突破来看 肯定有充裕的时间 当然 类似的手段不能少 不识天数 不变阴阳 很容易吃亏 小伙伴们又不能一直在一起 不错 然后呢 王思源略带笑意 听着孟奇的打算 然后 然后苦修武功 争取早日超过你 再挑个你 无法避战的机会 直接下战铁 光明正大于你比武 这样的场景下 你的布局就该没用了吧 可以好好揍你一顿了 孟奇一本正经回答 扑痴 韩三娘子没忍住笑 好办法 简单粗暴 以利亚人 果然克制王大公子 哈哈 狂刀苏孟真是妙人 王思源笑容略微僵硬 先得实力超过我 否则就是自取其辱 卖完简单粗暴的风格 孟奇重新扶起微笑 这就是我自己的事情了 他不怕王思源看出 自己是故意这样回答的 因为确实是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 大实话 早就看这种躲在幕后操纵别人 阴谋诡计不断的人不顺眼了 有机会一定得暴揍一顿 韩三娘子打插道 何必为了将来之事争执 不如听我弹奏一曲 王思源不知可否端起茶杯 抿了一口 孟奇同样如此 并未阻止 韩三娘子面前摆着一张古琴 文武七弦 琴声纹路形成了断痕 他食指没有事物 连指甲也干干净净 与外界传闻的浮夸形象截然不符 双手轻挑 琴声扬起 平和宁静 宛若流水缠缠 蜿蜒入心 异曲弹 花听祥和安宁 王思源右手五指动了动 似乎在把握刚才的音符 速速 你的情意又有进步 不过比起阮家那位情心天生的才女 还是差了不少 得其阴而未得其神 我去 梦其顿时哑然 这种话 能当着自己女人的面说吗 虽然韩三娘子的情意 确实比小吃货差很多 王大公子 你也不必直说啊 莫非你算得近苍生 算不到女人心 韩三娘子果不其然沉下了脸 冷冷道 确实不如 她世家嫡女 情心天生 家传绝学 我这种自己琢磨的人 算得了什么 你要爱听她谈 就去狼牙听好了 今日身体不适 两位请回吧 她拂袖而起 直入后院 王思远拍了拍衣裳 悠然起身 对梦其道 再过几日 就到正系了 你好自为之吧 她一点也没有被韩三娘子赶走的傲闹和尴尬 似乎说出那番话 就是为了等待离开 心机珍重 迟早渴死你 梦其赋斐了一句 壮若随意地问道 你的捕算结果 莫非是假的 狼王之前肯定在北街 但有了刚才的动静 你觉得她还会继续潜藏在此处 王思远胸有成竹般笑道 梦其没再多问 提见离开 再有几日 大戏便要上演兵落幕了吗 一日 轻受捕头戴 飞请梦其和蒋恒 穿到酒楼喝茶 算是谢果相助之意 虽然没能找到狼王 但却逼出了一个左道邪魔 两位 亦是功劳不小 日后若有需要帮助的地方 尽管找我们六扇门 戴飞以茶代酒 敬了一杯 蒋恒川喝了口茶 微笑道 左道邪魔凶残 逼出他说不得就等于 救了自己一命 戴青兽 不知他是何来历 你们可有查到 梦其同样露出了 可求消息的眼神 戴飞沉吟了一下 你们卷入此事 告诉你们也无妨 这魔头最先出现在杨甲 以尸体练功 与生死无常中有点关联 受到他们追杀 当时追着秋飞而来 不过在杨甲时 他的魔宫仿佛才刚刚突破 如今就有大成的感觉了 大成 还差得很远 孟其肚里反驳道 蒋恒川清洗口气 不知适合魔宫 或许是因为机缘 落到了老钟头手上 他对有关消息很看重 没有相关的密道 戴飞透露道 说话间 下方响起了嘈杂的声音 远远过来 像是出了什么大事 戴飞作为青兽捕头 寻声望去 顿时哑然 原来是阮家嫡女来了 啊 孟其透过窗户看去 只见街道尽头 有一程马车缓缓驶来 车窗打开 却蒙着青纱 蒙蒙隆隆 让人看不清里面 更添几分神秘 引得不少路人 争先恐后深井相看 马车造型古朴 无有华丽装饰 仅得少许花纹 像是一个个音符 正常不该引人瞩目 但马车两旁 各有一对身着紧袍的家谱开路 让行人避开 原来是情形天生的阮家嫡女 蒋恒川随之望去 语气多有感慨 孟其故作惊讶 阮家嫡女 她怎么来了 茂林南宫市 与阮家市市交 昨日便得到消息 阮家嫡女 要到大爵寺上香还愿 这才派出家谱 为她开路 代妃解释了一句 上香还愿 看来她为了过来 也是蛮拼的 难怪没法隐蔽潜入 不过也没多大关系 孟其点了点头 可为何要到大爵寺还愿 据说阮夫人怀着她时 来关井水大巢 于大爵寺上了一炷香 才有她的情形天生 如今又快有井水大巢了 过来还愿很正常 代妃呵呵笑道 传闻阮女资荣冠绝江东 四月宫仙子胜过凡人 难怪消息传开后 有如此多好事之徒前来为官 世家嫡女不比门派弟子 行走江湖时 少有与下层打交道 乘车过程 自有世家招待 纵使夜明远播 正常武林人士 又岂能得见 若非阮家家主曾年 要娶阮玉书 必须入坠 恐怕世家公子们 已经踏破了狼牙朝英格的门槛 蒋恒川言语之中有些唏嘘 又有点向往 世家与他这种散修 终究有着无形的隔阂 除非他舍得低下头 带飞叹了口气 软女美名便传江东 情义一号繁俗无双 可一直未曾得见 不知这次可否见南宫式的光 看一看美人 听一听无双之情 他语气里 颇有身在江东 却未闻情声之汉 日后若回神都 被人问起 少不得被嘲笑吐包子 蒋恒川摇头道 世家嫡女 岂是亲楼情者 若非是交朋友 私下场合 哪会情声于人 说完 他顿了顿 笑道 只希望日后有缘交手 听一听狼环十二神音 这就算不得正常的情义了 梦琪没有说话 安静旁听 内心忍不住嘚瑟了一把 就在这时 一阵大风吹过 掀起了青纱 露出了里面之人 两旁好事之徒 与百姓竭力探头相看 想要见识一下 资荣关绝江东的绝色女子 正常无法遇到的世家嫡女 代飞和蒋恒川 也忍不住忘了过去 车中之人白裙如雪 坐姿端正 气质清冷 身材鲜瘦 敷如宁之 可脸上却蒙着白纱 蒙蒙胧胧 看不清楚 只隐约感觉美得惊心动魄 一道道稀奇之声发出 梦琪嘴角勾起了一抹笑容 小吃货果然来了 第158章 月正明 与此同时 梦琪看到 车中还有一人 白发盘骑 龙头拐杖 五官雌合 年轻时候 当时出色的女子 即使现在 她依然眼神清明 皱纹棘手 远远望去 竟有视线被吞噬之感 小吃货长辈 梦琪若有所思地想到 阵风吹过集散 青沙飘飘落下 遮住了窗户 周围一片叹气惋惜之声 因为赌真容而遗憾 不过 光是隐约看到的 感觉到的 就似乎名不虚传 真如月宫仙子 马车驶过酒楼 向着大绝四而去 消失在了街道尽头 待飞和蒋横川 收回目光 相视一笑 文明不如见面 以两人的眼力和境界 薄薄的白纱又岂能挡得住 可惜未闻无双情义 蒋横川似遗憾似期待地笑道 待飞同样如此 拍了拍桌子 指望南宫氏能有弱大面子 闲话说了几句 两人迅速回归正题 丝毫不受影响 待飞抿了口茶道 昨晚动静颇大 狼王多半转移了躲避之处 看来还得请王大公子补算一下 或者找王不迟 王不迟 外号刚刚好 本事散修 后来最新于艺术 干脆投了王家 得了部分真传 一把铁蒜池 也称得上文明江东 因为他做什么事情 都是掐着时机 不迟也不早 被人用王不迟的称呼打去 叫得久了 连他自己也这么称呼自己 本明倒是只有六扇门知道了 至于刚刚好的绰号 就属于不迟的权势和延伸 不早一息 不迟半分 如今 他是王氏外氏长老 看守溯源 或真价实的外景 但由于只得了部分真传的关系 在补算之道上 与天人合一但修炼 算经的王思远 相差仿佛 此事还得请戴青寿出面 上次王大公子算了一挂 却被我浪费 如今无言在上门 孟奇不想再去看那个病娘子 他若是愿意不算帮助 在韩三娘子私宅就可以做了 但显然他认为 游业着的狼王 有助于缴婚局面 转移视线 真要不算 说不得又被他当刀使了 戴妃点了点头 这是交给我 两位稍微盯着点北街就行了 好 孟奇和蒋恒川 没有拒绝的理由 戴妃端起茶杯 其实用处也不大 已经打草惊蛇 狼王会潜伏得更深 而北街潜伏着的又何止他 罗教 灭天门 宿女道 不仁楼 生死无常宗等邪魔九道 乃至草原 西域 东海等地的势力 怕都有眼线在那里 稍微出错 就容易打出巨蟒 孟奇听得脸皮略有抽搐 不知不觉 自己居然或明或暗 得罪了邪魔九道之五了 这才闯荡江湖多久 莫非真是邪魔克星 正义朋友 罗教自不必说 上次摆了固妖女一道 她还没有找回场子 灭天门两位人魔 等同于死在自己的 马甲君子剑手下 苏自远苏捕头 揭发了生死无常宗的秘密 还能克制他们的外景活死人 宿女道 虽然还没怀疑到自己身上 但玄女传人之死 自己至少得被三成责任 更别提雷神 传承之事了 只有不仁楼比较无碍 不用唐二公子的人皮面具 就找不到自己身上 还好我马甲多 孟奇略微庆幸地想到 蒋恒川打算去北街走走 孟奇与他们告别 慢悠悠往自身租住院子返回 拐过几条街后 她突然转向 直接走向英雄楼 既然怀疑世外奇翁人平生 就得直面她 试探她 不能什么也不做 任由怀疑发酵 酿成大错 今日英雄楼的守卫轮换了一批 就连镇守五楼的 也不是极光电剑萧镇海 而是风寒江左攻绍泽 她年少时不算出众 但基础打得异常扎实 过了三十后 别人遇到瓶颈 她依然稳不前进 如今三十九岁了 距离天人交感 只有一步之遥 龚绍泽脸如锅底 落腮胡子 身量极高 手长脚长 踢着一根杖扒蛇毛 站得渊庭跃志 看到孟奇 认得她的身份 侧身让开 若是平时 孟奇少不得 与这等高手切磋 可她现在满腹心事 无心出招 直接越过 登上了五楼 天高地阔 大江横流 奔腾不息 孟奇的视线为之一展 胸怀顿时舒缓 轻衣小茂的室外 齐翁仁平生 坐在靠窗的桌子旁 望着大江 喝着水酒 背影悲伤而缭络 她的紫沙茶壶摆在面前 依然有茶香阵阵 孟奇走了过去 坐到任平生对面 与其平和地道 任楼主有伤心之事 任平生全白的须发 抖动了一下 叹了口气 有几名朋友横死 心中难免悲切 既怨援助失时 又恨仇人无踪 不知是何人敢开罪任楼主 孟奇心中一动 任平生摇了摇头 将紫沙壶拿起 就着胡嘴 喝了一口浓茶 江湖艰险 老夫一路闯荡至今 哪还缺了仇人 苏公子不也是如此 莫名其妙就被栽赃陷害 险些丧命 震惊百里之手 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 孟奇故意苦笑道 竟然直接提栽赃陷害之事 任平生收敛起悲伤 呵呵笑道 不过苏公子亦是实力超群 这才能逢凶化吉 当不得任楼主夸 只是凭宝刀之力 孟奇谦虚了一句 等待着任平生的继续夸奖 任平生摆了摆手 若是实力不济 纵有宝刀 又能发挥得了几分 能以六七俏的实力 从天人和一者手下全身而退 又有几人 当日风云变幻 极有外景之威 苏公子实力可见一斑 多谢任楼主夸 不过 你怎么仿佛亲眼所见一斑 孟奇试探了一句 任平生笑道 老夫当晚与王不迟 在英雄楼喝酒 林高跳远 城内有风起云涌之势 又岂会没感应 只不过慢了一步 未能阻止罢了 是真的没有涉足此事 还是刻意找人做的见证 孟奇并未打消怀疑 继续与任平生闲聊 聊着聊着 任平生说起了 自身闯荡江湖之势 几多危险 但最终都遇难成祥 孟奇也顺口提及了汉海的遭遇 安国邪是他遇到的 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强大敌人 其他要么身残之间 对付自己时伤势极重 要么实力 没有那么大的差距 汉海 任平生兴致勃勃问了一句 不知九娘 风采依旧否 任楼主认识娶九娘 孟奇清晰了口气 任平生呵呵笑道 九娘可是江东女子 最早在这里成名 只不过那时候 认识她的人死的死 散的散 已没有故事流传了 说到后来 她有了点唏嘘 原来如此 孟奇不动声色点头 又谈了一阵 孟奇见天色将晚 起身告辞 这一趟到英雄楼来 她对任平生的怀疑 消极了几分 到了五楼入口 风寒江左宫少 则忽然开口道 苏少侠 楼主已悲伤了一日 幸好有你打岔 随便聊聊 孟奇微笑回答 忽然 她脑海里有一道电光闪过 照亮了黑暗 当日听到自己 和轻鱼对话的 不只是任平生 还有极光电剑萧正海 棺材扑三人的死因 眉心中见 她是受任平生直实 还是干脆出卖了人平生 公兄 不知肖正海肖兄住在哪里 苏某想讨教剑法 孟奇装作不经意地问道 龚绍则疑惑道 讨教剑法 逼得肖正海 出不了剑的是哪位 孟奇呵呵笑道 苏某练成了一世快刀 想和肖兄比比快 话音刚落 他直接拔出了天之伤 刀快如电 龚绍则刚有所绝 便已直奔面目 好快的刀 龚绍则蛇毛微动 孟奇已收回了刀 这让他忍不住赞了一句 莫了道 正海兄就住在英雄楼左侧的院子里 谢过公兄 孟奇收刀还翘 直奔那处院子 一副寂养难耐的样子 肖正海保持独身 与几名英雄楼守卫 一起租住院子 孟奇说明来意后 其中一名守卫就让他入内 并引他去找肖正海 侧院之门虚掩 孟奇直接推开 肖正海正立在门口 仿佛准备练剑 看到他吓了一跳 脸色微变 苏少侠 果然有问题 孟奇不动声色道 苏某练成仪式快刀 还请肖兄赐教 快刀 肖正海似乎松了口气 好 说完 他便出剑了 依然快得只有残影留存 剑与声齐当 刚有耳闻 剑已知凶 刀光一闪 仿佛凝固在了旁观者眼中 可耳边已听到了金铁交鸣之声 真快 既是赞刀 又是探剑 痛快 孟奇挡下快剑 转身便走 似乎性静而归 肖正海心灵强大 没有多少漏洞 可供变天机的大法利用 而附近有那么多人在 若强行拿下他 容易打草惊蛇 还是另寻机会 或者干脆暗中观察 找到线索 返回租住院子的途中 孟奇再次遇到了戴妃 他从溯源归来 戴青寿 补算结果怎么样 孟奇关切问道 戴妃苦笑道 没有结果 似乎出了城 离开了茂林 是吗 孟奇略有怀疑 狼王铁生就这么走了 戴妃肯定点头 转说道 阮家嫡女拒绝了 南宫市的邀请 住到了大厥寺内 看来无望的文仙曲妙音了 真遗憾 孟奇附和着道了一句 快回院子时 他路线一变 连续摆脱 略微变化了容貌 换了身打扮 在城里游荡了一阵 然后钻入了一座废弃的院子里 坐在回廊下 背靠着梁柱 过了一个时辰 隔壁有情声悠悠 翡策缠绵 让人挥之不去 绕在心头 此音只有天上存 人间难得几回闻 这是剑皇魔后的轮回任务中 孟奇想要背井音乐时 阮玉书弹奏的其中一曲 这三个月里 他们商量好了暗号 若是弹奏此曲 便是平安无事 一切顺利 照常行动之意 而附近院子 是阮家在茂林秘密准备的宅院 有几处密道 有机关暗器 阮玉书曾告诉孟奇 若有外警长被跟随 他就明理 住在大爵寺或别的地方 暗中诉于此处 别人求之不得的琴声 缓缓荡开 钻入孟奇耳中 慢慢变得悠悠宁静 平复着心灵 孟奇听着琴声 静静看着清冷夜色 暂时忘记了茂林的暗流汹涌 今晚月证明 第159章 蒋横川的邀请 琴鹰渐渐步入尾声 孟奇悄然站起 走到废弃宅子另外一面 那里有乞丐盘踞 有野狗游翼 他抱胸立于黑暗里 静静看着这一切 等到琴鹰停止 他脚下用力 一颗石子飞出 落到了野狗中央 激起一片犬吠之声 汪汪汪 汪汪汪 声音响亮 在安静的夜里传得很远 接着彼此对峙 吠得更凶 像是不喜于 如此美妙乐曲的终止 这是孟奇和阮玉书的约定 在他情音停止的时候 制造出狗叫之声 以示事情如常 照旧行动 又等了一阵 等到犬吠之声平息 无人再关注这里 孟奇才施施然 从乞丐旁边离开 返回自家租住的院子 一日 孟奇和蒋横川 略略改变了庄树 漫步于北街 寻觅着异常之处 比起往时 北街卖花 卖糖炒栗子 卖各种东西的人少了许多 就连街边玩耍的孩子 都寥寥无几 蛇王是茂林最大的杀手头子 平日里各家势力 总有点不好出面的事情 需要处理 故而对他一直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但这次勾结 毫无人性的邪魔外道暴露 实在不能容忍 蒋横川将自己 从青瘦 捕头戴飞口中 听到的话语 转述了一遍 所以将蛇王的势力 连根拔起 孟奇想到 那些年纪又小 就被残酷杀手训练折磨的孩子 问了一句 杀手和杀手学徒们 怎么处理的 蒋横川思索了一下道 还能救的那些 若记得自己的身世 都妥善安排送回去 如果记不得了 则去六扇门培养捕头的地方 至于满手血腥 难以自拔的 六扇门要了部分 不知做什么用 韩三娘子和罗大当家 瓜分了剩下的 当然是要去做件不得光的事情 好歹蛇王的杀手训练 还算不错 孟奇莫莫到了一句 这一日 两人并无发现 到了傍晚各回个家 走到巷子口时 孟奇突然顿住 在不起眼的地方 有小孩涂鸦般的划痕 形状特异 仿佛一半半兰花 看了一眼 她不动声色继续返家 收拾停档后 慢悠悠去了附近酒楼用餐喝酒 一直喝到天色漆黑 才信不接头 宛如欣赏茂林繁华 入了人多之处 她突然转向 七拐八拐 摆脱着假想中的跟踪者 潜入了有龙槐树的那条小巷子 雕刻木巷的老者早已回房 大门紧闭 孟奇也没有打扰她 静止去了自己上次躲避的院子 刚刚翻过院墙 一道剑光亮起 如北斗横天 四光照八方 快得有残影存留 不比萧正海的极光电剑慢 刀光一闪 电蛇乍现 沉重的天之伤快的 像是没有重量 刀剑即将相交之时 长剑忽然消失 似乎从未刺出 依旧在原本的位置 让人匪夷所思 不错 警惕很高 黄梨般的清脆声音响起 江指微翘生生立在院子之中 鹅黄衣裙随着夜风轻轻飘荡 美不胜收 孟奇收到归翘 笑容满面 猜到你要这样打招呼 向子口的痕迹 便是他们两人的约定 只要将指微入城 便留下暗计 夜里在这处院子相见 是吗 雨算尽苍生认识久了 也变得神神叨叨了 江指微收见归翘 开起了玩笑 孟奇笑了一声 咱们都认识好几年了 若是这都猜不到 还算什么朋友 好几年 江指微看了看孟奇 忽然有点感慨 伸手比划了一下 是啊 那时候你比我爱不少 如今已经比我高了 不要在意这种细节 孟奇略微发炯 两人闲聊了一阵 孟奇不便久留 于是转入正式 指微 你明日就秘密去大爵寺 找个机会与御书认识 天南海北 从未见面 作为男人 孟奇不可能直接和阮玉书 一见如故 然后请她和她的长辈 暗中帮忙 那会引起怀疑和警惕 但通过江指微搭个线 就比较合情合理了 同位这一代最出色的女性 江指微又是大门派嫡传 师父为高显赫 实力强横 自身背景清白 属于任何世家子弟 都乐意结交的对象 她和阮玉书 一见如故非常正常 阮家之人只会喜闻乐见 到时候 她若请求暗中帮忙 事情就顺理成章了 好 江指微失笑着 想不到还要重新认识一下 不知其师兄什么时候能到 她距离有点远 未必赶得上 孟奇脸色正重 对了 指微 这几日帮忙跟踪一个人 谁 江指微顿时显得兴致勃勃 极光电剑萧震海 孟奇沉声道 借此机会 她将蛇王 老钟头等事情 大概讲述了一遍 江指微轻轻汗手 确实很可疑 我在明 细目光 让幕后之人以为我并无行动 你则在岸 悄悄跟踪萧震海 我就不信 他们能算到这点 孟奇捏了捏拳头 得给那些喜欢玩弄阴谋的家伙 一个惊喜 看着孟奇好胜的表现 江指微忍不住摇头低笑 之后几日 孟奇继续和蒋恒川在北界游荡 没有任何额外行动 不是说吸引目光 就得去溯源晃荡 那只会引起王大公子 和幕后之人警惕 是由反常必为妖 又是一日无功而返 刚回租住的院子不久 孟奇就听到了 咚咚咚的敲门声 蒋兄 有发现 敲门的正是蒋恒川 两人半个时辰前才刚刚分开 孟奇颇为讶异 蒋恒川警惕地看了看四周 传音入密道 北界一位朋友突然来找我 说傍晚时分看到秋飞了 秋飞 孟奇没想到 是发现竹风棍秋飞的踪迹 对 虽然他略做改扮 但北界都是眼尖之人 加上我又特意叮嘱 还是认了出来 蒋恒川保持着怡然自得的状态 紧紧语气里略有振奋 孟奇揭穿了生死无常宗的大秘密 当然想消除后患 于是追问道 他去了哪里 我的朋友不敢跟得太近 只知道他去了井水岸边 我们去那里找找线索 蒋恒川提议道 孟奇自无反对 两人连妹去了北街 到了街后的井水岸边 他走向了那边 蒋恒川指着岸边一处稀疏的树林 之后就不见踪影了 莫非发现跟踪了 孟奇皱眉道 对此 蒋恒川也不能肯定回答 树林之中 有不少小孩玩了留下的痕迹 和废弃之物 孟奇和蒋恒川 仔细辨别着 值得注意的地方 突然 蒋恒川停住 指着一树树木的阴影道 你看那里 孟奇宁目看去 只见阴影里长着一丛野草 其中一树暗淡发黄 像是提前枯萎了 不过它的黄色与正常不同 透着丝丝阴绿 受到阴气沾染 生死无常宗 孟奇清晰了口气 他们确实来过这里 两人继续寻找 可除此之外 痕迹都被抹去 一直到穿过树林 再无发现 树木另外一边是井水河 一块青色巨石耸立岸边 蒋恒川脸色微变 神情若有所思 旋即正常 两人搜寻了一阵 没找到别的线索 见天色江岸 只好暂时停止 回到巷子口 孟奇再次在不引人注目的地方 看到了小孩涂鸦般的痕迹 于是故技重施 于夜里来到见面的院子 江指卫这次没有出见 盘腿坐于梁柱之下 抚摸着剑身 有一种养锐气的感觉 我跟踪肖振海 发现他去见了一个人 江指卫言简易该道 没有描述跟踪的艰难 和肖振海的狡猾 孟奇听得眼前一亮 是他 有趣了 此事就拜托只卫你们了 尽量不要弄出动静 嗯 我以和玉书很熟 当能请的阮前辈出手 不过不打算现在就发难 先看看他想做什么 江指卫沉着道 孟奇点了点头 比我想得妥当 两日后 井水大潮即将来临 夜深人静之时 蒋恒川再次敲响了孟奇的院门 蒋兄 深夜来此 又何要事 孟奇挑了挑眉 蒋恒川难得的脸线犹豫 斟酌了一下道 苏贤弟 我想请你和我共探东阳别府 他再次改变了称呼 东阳别府 孟奇是当地表现出了惊讶 蒋恒川点了点头 是的 我说的机缘便是他 井水大潮前一个时辰 便是开启内服的时机 邱飞 魔头肯定不会放过 他们要么自存帮手 要么实力超强 多半想着先打开后争夺 我散修一名 朋友虽然不守 但实力相当的寥寥无几 而且各有背景 稍不留神 就引来强者 苏贤弟你的实力 近乎人榜前十 与我联手 当能与魔头 邱飞和生死无常中抗衡 而且我也放心你 不担心 你引来外景 因此想请你一起 你离开少林 没了栽培 这种遗迹 是不能放过的机会 他坦然直言 因为孟奇没有背景 找不到外景强者来黑吃黑 这才找上他 而且到了现在才告知 显然没给孟奇 另找帮手的机会 魔头凶残 自存实力 说不得真会去 可邱飞屡受打击 也许就先隐藏 等待以后的机会呢 孟奇疑惑问道 蒋恒川笑了一声 你知道邱飞躲在哪里吗 你知道 孟奇压抑道 蒋恒川郑重点头 那日发现 他和生死无常中之人 在井水岸边的林子出没后 我就知道了 他躲在东阳别府里 内府进不去 但外府还是能助人的 那块青涩巨石 孟奇一下醒悟 是的 蒋恒川肯定回答 所以 今晚当有机会打开内府 苏贤弟 一起去吗 孟奇犹豫了一下 斩钉截铁道 好 两人各自发下 别府内不得 互相伤害的誓言后 趁夜到了井水岸边 找到了那块青涩巨石 蒋恒川目光游移 四处打亮 仿佛在警惕着跟踪者 忽然 他吐了一口气 拿出了一件轻萌萌的事物 似金非金 似木非木 似玉非玉 看起来像是 某件物品的一部分 这件事物与巨石相处 顿时泛起萌萌光芒 但轻流转 将周围映照得如同仙境 拉住我的衣服 没有东阳印的碎片 入不了别府 蒋恒川侧头对孟奇道 这样就不怕跟踪者入内了 王大公子等人就算追来 也只能望阳心探 孟奇若有所思地搭住他的肩头 与他一起迈步 撞向了巨石 青光一闪 天旋地转 第160章 各杀一人 亭台楼阁 碧池清灵 细雨空蒙 烟云缭绕 东阳别府端得如人间仙境 只不过若急目看去 会发现 有的亭子半塌 有的树木折断 有的楼阁破损 有的花朵残败 充满了劫后余生的味道 你们上一次争夺得很激烈啊 孟奇有轮回任务的经验 迅速从血云中摆脱 定神望向四周 蒋恒川或许是因为 天人合一的缘故 比孟奇早半夕 文言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财博动人心 虽然东阳别府 距今已有八九万年 但要效力消失 便成了扎土 福传 博树亦是如此 但各种上品材料 保存得当的利器 宝兵 以及在灵池内 自行生长的灵草等物 依然弥足珍贵 纵使一流高手 看了也会眼热 而这还是外府 有宝兵 灵草 孟奇挑了挑眉 发现一处一计 真是胜过轮回任务几次啊 蒋恒川叹息道 外府指的一件宝兵 被八臂天龙夺走 如今应该落入了魔头手中 降草则被秋飞所得 我只拿到一些材料 和几件利器 其余人等 只要活着就各有收获 外府没什么有价值的事物了 那名魔头本身实力强横 又得了宝兵 此行颇为危险啊 孟奇带着语气注辞道 似乎有点埋怨 蒋恒川怎么不早说 若是那样 自己未必会选择入府了 蒋恒川略显歉 之前为了保密 不便透露 下定决心后 因为觉得有办法应对 时间又紧迫 故而忘记了提 是我疏忽 他坦然道歉 有办法 孟奇没有纠缠疏忽之事 直问核心 蒋恒川点头道 我的实力 大概等同于普通半部外景 以权力而为 也能搏杀蛇王 我们两人联手 纵使打不过手持宝兵的魔头 自保逃走 还是有把握的 毕竟他非是外景 只要先找到秋飞 说服他们合作 魔头若飞疯子 就会明白无机可乘 要么联手 打开内府 各拼本身 要么谁也得不到收获 到时候 任由他们争夺最珍贵的物品 我们只需各自拿到一件宝兵 或等价的事物 即可远钝而去 没必要卷入混战 贪婪骇人 知足保身 我等伞修靠的是 积少成多 而非一夜暴富 孟奇听得连连汗手 蒋兄很理智 这一是在下的想法 两人达成一致 向着亭台楼阁靠近 细雨洒在身上 丝丝清凉 仿佛在洗涤着尘埃 这是灵池之水所化 能荡出疲劳 清心凝神 蒋恒川指着远处 碧绿荡漾的池水道 里面一片狼藉 满是破败的草木 核心处的灵草 更是只剩下了一节断根 再无生机 真是什么都没留啊 连可持续发展都不知道 孟奇狠狠鄙视了 之前那群家伙 与蒋恒川一起踏上回廊 穿行于楼阁水泻之间 这里是原先存放宝兵的地方 蒋恒川一边给孟奇介绍 一边推开了一处大殿之门 忽然 他急速后退 整个人仿佛没有重量 随风而飘 一根赤色骑眉棍直直 往他胸口戳来 秋飞 孟奇念头一闪 长刀已然劈出 快得像是天空有一道霹雳亮起 眼中刚有光影闪过 就再也无迹可循 长刀斩中骑眉棍侧面 顿时感觉他须不受力 像是斩中了一缕风 轻飘飘划过 骑眉棍随之荡开 就要反打孟奇 这时 蒋恒川双掌连拍 刚猛掌镜连连叠加 如同狂风巨浪 涌向秋飞和后面 曝出来的两名生死无常宗弟子 电阁摇晃 似有地动 蒋恒川权力 而为之是异常惊人 毕得秋飞和生死无常宗弟子 不得不先行回房 住手 你们不担心另外的魔头吗 与此同时 孟奇抱贺一声 秋飞出现在北街 哪有不知道老中头之事的 秋飞顿时止步 一边摆着防御架势 一边沉声道 你们想联手 两名生死无常宗弟子 依然头戴肩帽 分成黑白 脸如死人 并未说话 八壁天龙比你只强不弱 还有宝兵和云领三鹰相助 都死在了那名魔头手上 现在他又得到宝兵 如虎添翼 你有几分把握 蒋恒川立声反问 秋飞侧头与两名生死无常宗弟子 目光相接 暗中商量了几句 这才道 联手可以 但杀掉魔头 打开内府后 就各凭本事 如何 他显然觉得 平分内府之物 对自己这边不公平 没问题 蒋恒川与孟奇 早有决断 看着秋飞和生死无常宗弟子 孟奇隐约觉得奇怪 他们刚才的偷袭 有点水 以他们的实力 和生死无常宗的神意 当能完成得更加完美 不至于让自己两人如此从容 莫非他们 本身就存了合作之意 刚才只是打个招呼 而且 到了这个地步 他们的外景活死人呢 宁州大侠呢 当真怕了自己 不敢再用吗 或者是关键时刻 作为胜副手 孟奇自觉 变天基地大法能够克制 暂时将此事压在了心头 双方都默契地 没有提员神誓言的事情 似乎一旦打开内府 就有一场龙争虎斗 过了这片楼阁 是通往内府的道路 青石铺路 两边皆是漆黑的泥土 双方沉默之中 蒋恒川开口提醒了一句 从八壁天龙等人的死 可以看出 那名魔头善于偷袭 大家还得小心 偷袭 白袍的生死 无偿宗弟子冷哼了一声 似乎觉得 没人能偷袭到自身 孟奇冷眼旁观 怀疑宁州大侠就在不远处 甚至借助土盾 一直跟着 以外景的灵觉 和对天地的感应 纵使成为活死人 经不如稀了 半部外景要想偷袭 也是非常艰难 与自己等人合作 是为了麻痹魔头 引他出手 青石块的尽头 是一条几丈宽的河流 上面有一道木桥 紧紧贴着水面 而在河流对岸 烟云凝聚 会成了一道奇特大门 孟奇与蒋恒川 当先踏上木桥 求非 黑无常 白无常 依次跟上 突然 木桥晃荡了一下 孟奇险些站立不稳 一只黑气缭绕的手 从河流里伸出 一把抓在了最后 方白无常的脚踝之上 纵使开窍有再多的实力 抗衡半部外景 一旦被对方偷袭近身 拿住要害 真气入体 也是万事休矣 扑通一声 白无常被直接拖到了水里 黑无常一级边腿往后 踢了个空 涟漪荡开 黑无常双掌拍出 秋飞一棍戳下 水波飞溅 色成音律 哗啦之声打坐 可水下再无动静 仿佛刚才只是众人的一场噩梦 孟奇几步迈出 踏上河岸 回首道 是那名魔头 是 蒋恒川目光凝重 双拳紧握 秋飞和黑无常义 快速通过了木桥 脸色颇为难看 之前蒋恒川 才提醒他们 小心偷袭 结果就着了道 什么时候 老中头的实力 变得如此可怕了 他修炼的魔功 当真进展神速 气氛一下变得压抑 四人短暂沉默 过了几夕 蒋恒川走到 奇异的云雾大门前 试了试自己的 东洋硬碎片 结果毫无反应 转头苦笑 向着秋飞走去 看来真要三块碎片齐聚 魔头虎视眈眈 恐怕想要独吞 秋飞沉声道 孟奇不发一言 提刀旁观 蒋恒川赞同道 确实如此 不过若他再次来袭时 我们给他深刻的教训 他就会清醒过来 明白合作的重要 现在他不会有偷袭的机会了 黑无常沙哑着声音道 蒋恒川点了点头 没有东洋硬碎片 别人进不来别府 只要解决好魔头之事 就没有别的危险了 突然 远处一声惨叫响起 让人毛骨悚然 正是白无常所发 黑无常闻声转头 眼露凶光 秋飞翼又气又急地跟着看去 同伴惨死 自己却无能为力 心里岂会好过 就在这时 蒋恒川动了 右手拍出 结印万千 最终化为拳 归于指 一下点钟 黑无常的背心 黑无常生机气息猛然消失 不可思议地回头看向蒋恒川 魔头未除 他怎么就翻脸了 在秋飞出手前 蒋恒川连退几步 悠然微笑 秋兄 现在可以真正合作了 否则他们的外景 僵尸跟着 总让我芒刺在背 有你在 我们三人联手 对付魔头 至少是无武之数 无虚他们 一时之间 双方实力对比 强弱逆转 秋飞看着软软倒地的黑无常 恶然开口 你知道 他关他们两人合作 也是貌合神离 震惊百里不该知道的 这种事情上的知晓和克制 狂刀苏梦 不该作为最后逆转的手段吗 经过井水河边一战 秋飞只要没瞎 都认得出狂刀苏梦 便是苏自远 梦其未发一言 就像真正的旁观者一样 生死无常宗派出核心弟子 哪会少了外景僵尸之类的事物 怪就怪他们自己 江湖经验太少 蒋恒川嘴角含笑 自信从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